热脸资讯时时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其他国家的航天员也会到中国空间站做实验吗? 在11月28日举行的神州15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季启明说 我国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领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 相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陆续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始实验 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 我们一直持欢迎态度 季启明表示 目前已有多个国家提出了选派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需求 我们与相关方面也正在开展对接协调 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培训国外航天员的相关准备工作 目前共有27个国家提出了想要入驻中国天工空间站的申请 其中还包括美国 而中国同意了16个国家的合作申请 包括瑞士、波兰、德国、意大利、挪威、法国、西班牙、荷兰、印度、俄罗斯、比利时、肯尼亚、日本、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秘鲁 其中欧洲航天局已经派航天员来中国与中国航天员共同训练 参与训练的欧洲航天局的宇航员马蒂亚斯·毛里尔 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积极学习中文 为进入中国天工空间站做准备 究竟是谁将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国人呢 从目前得到的消息看 入住中国空间站的第一个外国友人 很可能是加拿大癌症研究科学家特里西亚·拉罗斯博士 他目前在挪威科技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与全科医学系工作 2026年他将在中国空间站实施31天的太空肿瘤试验任务 另外拉罗斯博士和中国航天官方账号 在海外社交平台的频繁互动 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传言的真实性 拉罗斯博士目前也才积极地进行飞行过载训练的目的 就不言而喻了吧 所谓的太空肿瘤实验 就是研究微重力和高宇宙辐射 对正常人以及癌细胞会有怎样的影响 说白了就是长期暴露在宇宙环境中 正常人会不会因为宇宙辐射造成的基因突变 从而引发癌症 又或者宇宙环境对已经患有癌症的细胞有什么影响 看看我们能不能在太空找到治疗癌症的新办法 拉罗斯博士的课题 将为我们人类迈向太空时代 人类能否长期生活在太空中等问题 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也为中国空间站今后展开更多的国际合作 做出了实践 最近日本网友又讨论起了合作国家名单 发现宇宙大国韩国竟然不在里面 不禁开启嘲讽模式 引得韩国网友纷纷破防 回复了一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话 比如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也能做得比他们好 况且这是不是假消息都不一定 大韩民国也有这个实力的 只不过我们不想跟他们一样那么高调 这样做毫无意义 浪费资金罢了 日本网友说的也是 不让美国参加也就罢了 因为他们自己关闭了和中国进行一切航天交流的通道 但为什么韩国也没能参加上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我们来看看这17个国家的实验项目就知道了 比如瑞士波兰和中国合作的是 加码射线爆发观测实验 韩国能观测得了吗 印度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是星云气体观测实验 韩国观测星座和运势还差不多 至于日本则是东京大学和中国的清华大学合作 共同研究航天器和火箭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 韩国连火箭都没搞利索 怎么能进这种高级玩家俱乐部 看看人家印度 除了和俄罗斯一起参加中国的星云气体观测实验之外 还和比利时一起参与的中国的部分 混向流体在微重力下的行为研究 参加单位是一个印度天体物理研究所 另一个是印度理工学院 等中国未来开展太空整容整形项目的时候 韩国再来参加也不迟 如果韩国真加入中国空间站合作项目 国内网友还十分担心两点 一是怕韩国宇航员把我们舱内弄得到处都是泡菜味 二则是怕他们一上去就宣布空间站是他们发明的 这是有先例的 去年12月25日 微博太空望远镜发射前 它的资料页面合作国家名单末尾 赫然出现了韩国的名字 韩国航天有何德何能 能参加这种连日本都没机会加入的项目 难道是做拉拉队 到处找资料都没查到有相关的信息 没想到在微博望远镜成功发射之后 它的字条里合作国家名单又变了 排在末尾的韩国不翼而飞 你猜怎么着 原来这个词条是支持用户在线编辑的 名字竟然是韩国网友自己偷偷加上去的 然后被官方发现后删掉了 所以你看 韩国宇航员要是真上中国空间站了 然后说是他的怎么办 为什么中国都同意日本和印度加入 这里面却没有美国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美国想要和中国合作 我们要知道 国际空间站首个舱段曙光号功能货舱 于1998年发射入轨 到2024年 设计寿命15年的首个舱段曙光号功能货舱 以及团结号节点舱等载轨时间 将超过26年 于2000年发射的舱段和部分 如新城号服务舱 P6横架段和寻求号 载轨将满24年 在2011年之前 航天飞机能将站上的故障或破损部件 运回地面进行维修 但航天飞机已经退役 商业货运飞船 未来能否具备这一功能还未可知 大型部件的运输则更加困难 目前项目参与国正在考虑将国际空间站的运作 延长到2028至2030年的可能性 即使成功 国家空间站也最多到2030年就寿终正寝 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都将面临无空间站可用的尴尬处境 但其实国际空间站即使仍勉强运营 也要面临硬件老化故障频发 要知道这几年国际空间站就已经会时不时的泄露 需要与航员不停地安装这样或那样的补丁 再加上180吨舱体规模受限于参见方的标准不一 以及舱体研发时代的技术局限性 又导致大量的空间浪费与闲置 而中国天宫空间站具备15年的设计寿命 我们从设计一时就开展了长寿命 可靠性 维修性 安全性 一体化设计 凭借着后发优势 在空间设计上也更为合理 也运用了许多的先进技术 包括模块化设计 标准化的对接口 更加方便外来的飞船对接 国际空间站大多数对接口受限于对接次数限制 需要附加舱段过渡才能与载人飞船对接 非常麻烦 首次将电推动力用于载人航天器 这也是为什么包括美国等许多国家 想要入住中国空间站的原因 那为什么中国拒绝呢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的说法 我们完全就是从科学价值 从技术的考量来评审的 美国的项目我们认为没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 至于日本印度 正如周建平总师所说的这样 我们没有排斥任何国家 也没有限定任何范围 任何国家只要提交申请入住中国空间站 达到了要求 中国基本上都会同意 日本印度提交的合作项目 从科学价值 从技术的考量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允许他们加入 而在这17个国家之后 中国还会与巴基斯坦等国家 围绕在空间站开展基础物理 航天医学 空间天文等领域的空间实验 进行了合作交流 这也充分展现了中国空间站 对外开放的心胸和气魄 可以说 中国将借助天工空间站 联手其他国家构筑 外空命运共同体 美国想要建立的太空霸权 也终将瓦解 我们也欢迎美国与中国合作 但前提是要达到完美的标准与要求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